好我要問一下這個時芳老師 因為妳這個路股 妳很喜歡買 這很特別意思是買路股 妳在上海買房子嘛 對 上海現在還有回去嗎 沒辦法回去 我的編輯威脅我 如果回去的話 就要被關14天 哈哈哈 也沒賣嗎 沒有賣沒有 我問一下 因為這部路股真的很強 妳怎麼看 因為台灣買這個路股 沒有像妳那麼厲害 妳買到很多個股我知道 如果用路股ETF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些了 對 挑一支妳會想挑哪一些 我會挑 元大護身300 正二 正二啊 對 正二那一個 為什麼 因為它是 妳看得這麼好喔 主要是因為 這邊還蠻多人買 這個中信中國也蠻多人買的 我們大概是在路股非常多年 所以我們大概這幾年發現 它的主底的底部在2600點 對 那它其實跌下來的時候 跌到2600點的點數 其實你就可以去接一個 最大的點數 基本就是我們去買它大盤 意思是這樣 那如果你去買A50的話 你會有個問題 A50是大型的全值股 對 它是A股市場中最大全值的50支抓出來 所以你會變成發現 A50跌得不夠深 如果說今天你要去做這種套利的事情 或者是做短線 當然我個人是不做 但是如果你要做 以及你想做的話 其實你就是去在它的低點地方 買它最大的指數 然後等它反彈 這樣就好啦 所以你反而不覺得要買這個A50 它比較謹慎 敏寬你會挑嗎 這一些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中國大陸他們的股市 他們是做了一個非常有效的管理系統 他們第一個 他們先在整個資金挹注之前 他們先做三個動作 第一個叫進空令 所有的人通通不准放空 夜盤也不准交易 第二個部分的話 他們請全國評股人員 評股人員就是台灣的分析師 這一類的 他們很多的券商 很多的一個報商的部分的話 他們也都有所謂的評股人員 評股人員通通不能夠去發布負面消息 也就是說你只能夠拍手說好 不然呢 不然你就搖搖頭不要說話 這是一個方法 第三個部分的話 禁止大股東來做賣股的一個行為 好了 三個動作先圈起來之後 中國大陸開始第一天 一兆2000億轟下去 轟下去的過程當中 市場上出來說 你一兆2000億夠嗎 隔天再加碼3000億 然後各位就可以發現 入股它湧上來了 那入股湧上來的一個過程 當中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的入股完全都是瘋狗浪 那既然它是瘋狗浪 它就會倒過來 它就會大不如小 小不如微 所以這一波各位可以發現 誰漲最兇 群翼中小型這類的 跟中小型聯動 跟創業版聯動的 這個相對來說會比較高 會漲得比較好 但是還是一句老話 富貴如果要險中求 你的功夫一定要好 這類的個股 我認為來到這個地方 如果您自認您是高手 您就低進高出來回作 但是就入股來說的話 它的EPS 它的本益比 我還是真的看不懂 OK 好 大家看不懂 這時候是漲 最安全的地方 最危險的地方 難道就變成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好 薇農機 中概股你怎麼看 像鴻海這一些 我覺得其實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中概股 跟10年前 然後跟20年前 這樣子來比 不太一樣 台灣這些在中國大陸有做轉投資 或者說直接有通路打入內需市場的股票 我們講從中國概念變成中國收成 那現在講的是什麼 中國需求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中國市場這幾年 台商一直在退出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警訊 就是我們看到 過去從09年到現在為止 在中國大陸有投資的 然後台商其實每一年都有很多很多的加速 都是在虧損而且決定退出 那退出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呢 生產成本的低高 這還是幸運退出的了 還有現在是退不了的 退不了 人走不了 廠測不了 那資金回不了 所以其實 家也回不去的 其實現在就是你要在中國能夠發展的 那真的呢 都是一等一的 經過了二十幾年來的考驗 所以我說 現在必須是要有硬底子 你要抓住中國的需求 那現在中國要轉型 就是要發展就是高科技 你的技術他不要的你進不來 那所以我們講就是說 最近中國股市 很多人認為說看到指數他很抗跌 其實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去看他的個股 像剛才明快兄講到的 中小型個股 很多跟5G有關的 他不是抗跌 他是飆翻的 飆翻的 從年初到現在 就是大家在搶口罩 這趕武漢肺炎的時候 其實很多股票是搶不到 他漲停板漲停板 五成飆到一倍的 那大部分都跟5G有關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沒有辦法 像我們十方老師這樣 有了戶頭可以直接去買進大陸的股票 那怎麼辦 那回頭看 台灣這邊也有一些連帶的轉投資 舉例來講 大陸有檔股票叫 互電股份做PCB的 最主要就打入到5G的基地台 那他就是標了倍數 那為什麼他那麼標呢 就是因為 現在5G基地台在快速的大量拉貨了 那如果你想要賺這個商機怎麼辦 其實他在台灣有一個母公司 就是2316男子電 所以其實去年以來 男子電也慢慢開始跟上來 那現在光是他持有戶電股份的一個市值 就是高達母公司市值的好幾倍了 所以其實從這個概念去講 我們講 你如果不懂得選股也沒關係 你就是從一些中小型的ETF 我也是蠻認同蠻看好中小型的ETF 那另外來講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從台股當中 去找尋這種有兩地 可能互相有掛牌的 然後母公司持有轉投資子公司在大陸股市 非常標的這些標的 好 到底這一波創業板什麼都漲很兇 其實這裡頭有很多跟台灣是相關聯的 這裡面我們以後再有機會 一一跟大家講這些個股怎麼樣來找 好 我們其實這就是這個時間點 這一波股災很多人心很痛 買台股的人可能還覺得還不錯 全球基金這個可能已經跌的迷迷貌貌 心情很差 遇到股災的時候要怎麼度過呢 我們節目是不只財富自由也要心靈自由 今天三位坐在這邊都是專家 但三位也都經歷過股災 都經歷過人生很痛苦的洗禮 我們來看一下給大家點勵志的一些啟發好了 敏寬你們都是在谷底翻身過的 敏寬我其實認識敏寬非常非常久了 有10年了吧 超過超過 大家看你很厲害 但你曾經陷入過3000塊的這個谷底 我們看看你的這個檔案 20歲股票穿到人生第一桶金 28歲未上市賺到六七千萬 28歲2000年人生要這個馬拉松要砍完 2000年一夕賠光 那2011年到現在認真工作努力 這個上節目 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貴 你給大家 你今天時間有限給大家一些建議吧 跟你一樣現在覺得自己很慘的人 先跟各位報告 有一句話說出來我很早晚要還 我們以前那個時代真的是有很多 剛好遇到那種很有趣的一個機會 因為在我出社會完之後沒多久 我出社會一樣考高補考 考了高補考之後去銀行上班 銀行上班其實薪水也不錯 那時候的上班銀行上班 比現在現在去銀行上班2萬多 那時候已經4萬多了 可是那時候因緣際會就做了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工作 做了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就進入到了整個谷海當中 我們那時候剛好是進入了所謂的一個 台灣大哥大東升谷調的一個時代 所以那個時代其實很多事情非常好做 可是那時候就很貪心 而且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適可而止 所以2000年網路泡沫的時候我就跌倒了 而且那次跌倒的過程當中很辛苦 不只是事業上的跌倒 連家庭都已經完全都已經輸掉了 所以那時候就其實慶妮知道 這個故事很多人也都曉得 我就一個人帶著兩個小孩 那時候真的是過了很辛苦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 就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這一路走的過程當中 這一路當中有一個重要 你要記得一路上陪伴著你人生當中 最重要的支柱是什麼 對我而言我覺得我現在的太太 是沿路陪伴我最重要的一個支柱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 她就看我一個人帶兩個小孩很辛苦 她就來幫我 幫我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沿路一直往前走 就建立了一個家庭 後來也結婚了 到了2011年先跟各位報告 人的本性一定要更改 我2011年在日本的整個福島大地震當中 我又輸光了 你2011又輸一次 我2011這當中很多人都輸 你為什麼會破產兩次 我2000年的時候跌倒 跌倒完之後 那時候就帶著小孩沿路很辛苦的走 沿路走走走走到2011年 那次我又輸光了 可是我輸光的過程當中 我那時候當整個銀行戶頭 都沒有錢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心中最覺得最感謝的是我太太 我那時候當我們把最後一筆定存解出來 去把我們賠的錢給付掉的過程當中 我太太一句話都沒有說 她跟我說你一定可以再站起來 所以是那時候就靠著這一點點微薄的一個動力 再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走到2015年各位曉得 其實我們又遇到了人生當中非常辛苦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阿寬你好奇怪 你怎麼有時候在電視出現個兩三年 然後就會不見個一兩年 2015年那次我的消失 是因為我太太那次生病了 生病的過程當中 我們經歷了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女生的癌症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整整有18個月的時間 我們都是在醫院兩邊在奔波 那時候也感謝主 因為那時候第一個我的女兒已經長大了 所以我的大女兒可以帶著她的弟弟 帶著她的妹妹 我就在醫院裡面專心的陪著她 然後後面就沿路一直往前走 我一直有跟各位報告 很多人都說你已經飛黃騰達了 跟各位報告 沒有我還在付房貸 我每天很辛苦的在上節目 全世界有很多的製作人 台灣很多的製作人早上都在搜我的資料 為什麼 我是全台灣最少 幹嘛放內幕 我是全台灣最少 我們製作人很認真在做節目 對對對 大家都很認真在做節目 但是我就是我要把我的職責做好 所以全世界發生什麼事 這個世界的棒當中 該有什麼 我都會在第二時間跟各位做報告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記得 你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你只要每天按著你的目標 你要去幫自己去思考 兩年後三年後五年後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個對你的人生的目標才會有幫助 所以跌倒不要怕 這一波可能很多人在這一波的股災當中 美國的股災 台灣的股災 這一波的心探肺炎 可能很多人很辛苦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無論如何 明天的太陽都還是會出來 永遠要抱著目標往前走 而且要珍惜你身邊你最愛的人 OK 天啊 覺得好感動 我覺得今天我聽到一個金句 就是月跌的時候要對太太越好 是的 這股票可能市值會縮水 但是這個太太是永遠這個正向 不斷增值可以保值的重要基礎 是的 這個很棒的結論 實際上在它 吃了各的照片 是來自壓力的 這間不斷增值的 是在一起 有個巧克力的 不斷增值得 那就會回到 一些不斷增值的人 感谢观看